大陆的丛林道场推与广论 这个广论就是菩提道次的广论 这个风气很深 多以研究般的行事共修 由于父母亲在此道场做义工 但父母与专修进土 不知是否会影响修学 如何与其他修佛者共处 如果你是真正明了懂得没有程度 菩提道次的论也是基本的修行方法 基本也是初学的 是大基础的 能够好好修学 有这个基础 然后修学其他的法门 才会有成就 如果不能够落实 依旧是有困难 那么在我想象当中 基础的基础 还是地质规 那如果落实地质规之后 学菩提道次的论不难 否则的话还是不容易 这个诗 西藏密教以这个为基础 好 嗯